開動囉 耶 好吃喔 吃著炸雞披薩 孩子們臉上寫著滿足兩個字 尤其這餐是家福基金會 和餐飲業者優卡公司合作提供的餐點 多加了一份關懷美味 長期關注若是孩子需求的餐飲業者 和優卡公司 透過家福響應無窮世代計畫 幫助孩子暑期餐食不中斷 捐贈1339份餐券給家福孩子 很開心 那平常會吃到這個嗎 平常不太... 不常 吃起來還滿香的 好吃 因為我從來沒有做過一日店長過 我想試試看這一次的一日店長 那今天是特別免費 吃起來覺得怎麼樣 吃起來覺得很美味 其實物價上漲對家福弱勢家庭來講 生計就是一個壓力的加倍 那尤其是放暑假的孩子不去上學 營養午餐沒有得吃 那媽媽要工作又有照顧的議題 這是蠟燭兩頭燒 那我們看到企業想到 家福在暑假應該來好好吃段不一樣的午餐蠶食 所以三商餐飲想到了 除了在這段時間 幼兒卡公司 民眾到持幼兒卡到三商餐飲來消費會提拨5% 一份5塊錢給家福之外 其實三商餐飲還捐了將近1500分的餐飲給家福的孩子 希望在暑假可以來好好享用他們提供的美食 那我相信營造孩子愉快的經驗快樂的經驗 今天就在這邊要享受三商餐飲提供的炸雞披薩好吃 我想對他們來講也是很難忘的經驗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來 讓若是孩子能夠享受不一樣的飲食 然後享受一個愉快的暑假 有很難得很難忘的經驗 家福日前針對1500位小學五年級到國中三年級輔助兒少 調查飲食及營養資源狀況 發現有28%的孩子有時與總是餓肚子 從未感覺餓肚子的人也只有不到三成 尤其面臨暑假期間 家長們同時兼顧工作與照顧壓力 對弱勢家族更是一大難關 除了餐飲業者送出餐券提供孩子餐食 悠遊卡業者也發起民眾消費滿額 業者就捐5元給家福 幫助孩子溫飽 餐飲也持續的一直都在投入社會公益的服務裡面 譬如說我們已經舉辦了兩三百場的藝竹 就是到育幼宴或等等的團體去 他們只要有需求的話 那我們就排定一個時間 當然去煮牛肉麵給大家吃 這個已經有十幾年來有兩三百場了 那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最中斷了比較多 那這一次真的很高興 有這麼優秀的團隊跟我們一起 還有這個雙愛心到家福的這個活動 那今天也請幾位大朋友來參加一日店長的這個活動 那目的就是說 我們要幫助這些弱勢的朋友 那脫離貧困的這個 這個處境 那給現金當然是最快的 也最容易看得到的 但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也希望說 給他移吃之外 我們也開出一個這個資源管道 讓他們來拿著釣竿 自己來釣魚 那讓他們的生活 更快的可以脫離這個困境 那這一次我們三商餐延 就是有將近四百家的店 一起投入這個悠遊卡 逼悠遊好實戰 送外到家福的這個活動 那也希望說 大家到我們三商餐延來用餐的話 盡量使用悠遊卡 然後除了可以吃到美食之外 然後你還可以幫助家福的這些小朋友 真的要先感謝這個 我們家福基金會 家福基金會跟我們優卡 真的是關係非常的深遠 我們是我們長期合作的夥伴 那他們真的是 我們長期跟他們的合作 知道他們是非常的用心 在台灣每一個角落 在幫助許許多多的家庭跟孩子們 所以我們每一年 我們都很開心 能夠讓有這個榮幸 能夠讓我們能夠參與他們的活動 那再來我要謝謝三商集團 那這個 因為這個有大家這個企業界的參與 那我想才能夠當這個活動成功 那三商集團有非常多 非常多 我們剛剛聽到有400家的餐廳 那我想這個過去幾年 疫情對很多餐飲業是有很大的影響 那這個三商集團還能夠保持著這樣子的一個 對社會的服務奉獻的心 在這個疫情之後 能還能夠繼續能夠來投入 我想非常的感動 那大家都知道疫情現在虛緩了 那大家都出來 很多消費者都出來用餐啦 然後聚會啦 那我希望那個大家能夠在這一段時間 能夠多多的到這個三商集團的這個 許許多多的門市餐飲去用餐 然後逼悠遊卡做愛心 好 那逼的越多我們就捐出越多的愛心 所以請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另外業者也提供安心打工場所 讓孩子能照料自己生活 在過程中學習專業服務與團隊合作 有助職涯思維與規劃 關懷弱勢而少協助健康成長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